去玩這邊 先玩一個手藝 玩法很簡單 它其實有點像是那種城堡的遊戲 對,922G 那一開始就是玩法教學 你要先做一個採局 然後主先繼續做下去 在這邊也是 我們就可以建造了 這邊叫我們建造道路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你的英雄跟著 建造 哇賽 建造完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建造其他東西 有沒有 終於可以看一下你的英雄 現在可以這樣 所以它文法就是這樣子 就是一開始就建造東京要西 一個SRG 對 然後再來我們講一下英雄系統 這還有建造這樣 英雄還不給我看耶 它比較算是那種殭屍 殭屍的玩法 喔 然後我知道我知道 喔 原來是這種玩法 欸這種玩法其實還蠻合門的 我們就可以一直弄下去 在游基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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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英雄 在游基民的家 全部都升到2級 那最重要的就是升級教學 最重要的其實就是主堡的升級 然後呢 這樣就是升級教學 升級功力就這樣 升級功力就這樣 那就是一直這樣農下去 然後它也可以去附一下蛋 OK 你就把它全部領起來 哇 這個應該是它的寵物系統 哇賽 太帥了吧 這邊可以一直建造下去 這應該可以倒殭屍過來 然後它那個不是殭屍 是起兵 那應該可以倒殭屍過來 可以放一些城牆 可以放一些城牆 所以今天就跟你們講它的玩法教學 我沒按到嗎 我有啊 少一塊 然後我阻擋其他士兵 然後我阻擋其他士兵 這樣你可以自己放兵 你可以進行BATTLE 這樣就成功攻略防禦了 欸我比較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它有沒有內建的說明 好這邊應該是讓我們自由了 然後我給你們看一下全部的全角色 大家最有興趣的應該是它的全角色 非常多啊 哇賽 欸我覺得這款遊戲應該是會 讓人家 蠻期待的手遊欸 因為我發現它的那個英雄很多 有些小物是要金幣的唷 關小物是要金幣的嗎 是什麼幣啊 然後所以其實我們要買對不對 我看到了可以都先解一解 所以它攻略就是我剛才講的那樣子 然後 信箱 欸知道中哪裡啊 我看你可以中一下 我看你可以中一下 好那我們今天手就到這邊 我們可以中一下 好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